关老师的杰瑞 然后今天我们来给我的破车换一下机油 换油对吧 因为为什么要换呢 它是这车我今天早上意外的发现 它其实2019年4月份就应该换油了 但是前车主一直没换 然后我觉得这就很糟心 正好我发现我的储藏室里还有两桶 这车能用的5W30的机油 我就正好拿了一桶过来 然后加上我发现车后备箱还有个几率 就什么都没有买了 我就正好把它给换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来开工吧 对车已经架起来了反正 它架起来了以后 它这个悬挂质长 它轮胎还是接地的 它这个新的斤斤 是中国人们对这种 但是我们已经有什么 你想那些要为我 我 process大家开始 在这条线上 第二条线上 第二条线上 第三条线上 第二条线上 第三条线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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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谢的,哦谢的,机油落一堆哦谢的,我拧回去 没事,我拿个盆,讲到你 哦谢的,是的,卧槽 去它 哇这里面好多机油 嗯放不干净的你单单弄那个 尤其是这种在在底下的话 它更严重一点你知道吗 我这个完全积在那里面 那买一个在上面转的比较好 噢fuck 感觉像拉了锡 Holy shit 那一下会下着 在里面吧 手拧紧就可以了不要再加那个 啊 我说你不要用工具再加了手拧紧就行 下次真的再掰不下来 有本一样 也有一点 是 大阪 冬天 熟 冬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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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继续咋办? 啊? 我这继续咋办? 倒回同里去 倒回同里去 哎,好 稍微凝紧一点点就行了 对 没必要你那么死 我们也可以这么rich的规则 哎,真的是 什么时候 卖油翁 为什么它那么rich 为什么呢? 这个油看来就很舒服 有风的白 你先倒一下把它给稳住 哦,我倒太快了 你为什么不拿这个? 你为什么不拿这个? 不懂吗? 对啊 你在想什么呢? 好 感觉露得更多了呢 我操得这么香 我操得这么香 要止故事 好了 完了 完了 完了